Hello大家好,我是修修,欢迎来收看这个琴虹对淘小鸭的对决 淘小鸭打的还是挺少的 这把打的也还算是比较有看点 我们来看看这一局 现在呢是把这个琴虹B板边 好,直接套下盘 反压制 踩一个波 漂亮 落地拉消风 拉的消风它是拉慢了一点点 刚好有一个走路的姿态 拉到,再拉消风 重拳必杀 再先打下一局 发生内战 取得成功 来看看淘小鸭的大猪啊 淘小鸭的大猪应该算是比较弱 比较菜 比较不稳定 不知道这把打的如何 直接圣龙打中 这个圣龙有点赌招 好,能量闪身 直接抓一个先后 AB过来 闪身 然后跳C,D 你看,我说有点弱吧 乱出招了 看看能不能防得住 好,战A 战A它是一个抢抓姿势 先去压制 好,后跳D 这局还算打的可以啊 起码没有被这个八神给秒了 淘小鸭它打这个 亏亏的时候啊 它的大猪经常都撑不过三十秒啊 好,摸一摸 赚球相杀 好,再吸地钢 诶,骗了C,D好 再下地转球 好,轮逃 下地再轮逃 撬一下啊 距离太近了 被反撬了啊 撬到了猪头了 嗯,pretty good 继续来看下一局 淘小鸭本来就是 好好的玩他的巴赫马不就行了吗 后来玩了这个八珠门感觉 也没有能够到一个顶尖水平哈 好,闪身之后抓一个天地反 来看看 大门的内战 相杀一波 啊,刀天脚 哎 下地被一个反钉蓝之山超杀的呢 啊 啊 帮主强耍一下花样 好,吸地钢 哎 可以,骗到 但是还是被抓了哈 啊 你看这一下很帅气哈 投上服之后接蓝之山手术要求非常的高 而且手法要求非常的好哈 可惜呢 最后还是被投上服打死了 好的 喜欢的点点关注 关注秀秀 不易投丢 来到期待中发生的一个视频道 吗 我们下期访